台中市大坑山区的十方企能中心 目前有70多位身心障碍的孩童 因为行动不便,经费有限加上疫情影响 他们就很少外出吃大餐 所以台中保利金餐饮集团就在2020年7月16号中午 号召50多位饭店餐厅主厨 加上威格国际学校学生跟志工妈妈们 为十方企能中心的天使们 办了一场千手宴的公益餐会 为了支持台中本地小农 还特别把台中市在地食材加入菜肴 让大家享受最新鲜营养的美食料理 我们今年的千手宴 其实延续去年的 我们从去年的千手宴从惠敏延续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十方企能更为储偏向 那我觉得更需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热心回馈跟公益 对 那我觉得爱心人不弱人厚也不分场地 十方企能中心执行长魏正锋 还颁发感谢状给这些辛苦又有爱心的厨师们 感谢餐厅主厨的好手艺 让孩子们可以吃到五星级的大餐 所以几乎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 十方企能中心还特别安排愿童上台 耐力演出精彩的歌舞节目 哦 夜夜香气满满的欢山传的泪光如冰房 好 夜夜香气满满的欢山传的泪光如冰房 好 夜夜香气满满的欢山传的泪光如冰房 我强调的是他人前的尊重前 要有尊敬 我们理论说 以尊重生命 付出生命的爱 需要帮助人 有尊敬的站起来 十方情能中心表示 受到新冠肺炎造成不景气的影响 目前各界的捐款大幅的减少 让十方情能中心也感到相当辛苦 所谓患难见真情 希望能有更多善心的人士 能够像保利金集团一样 以实际的行动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今天来到台中市大坑十方体能中心 由威格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了一场公益牵手宴 让中心内的小朋友 感受到满满的温暖 及满满的爱 度过这个幸福的暑假 记者陈文旭 李扎金 刘文轩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